大家好,我是顾俊 今天为了来介绍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今天要介绍的这支镜头是一支40毫米的镜头 然后它是一支40毫米的士马ART定焦镜头 然后它是一支锐到丧心病狂 比所有的ART系列都锐的士马ART镜头 然后它是一支贵到丧心病狂 比所有的基本上100毫米以下的士马ART都贵的一个镜头 然后它长这样 你可以看到它的体积完全不像是一支40毫米的镜头 它的体积可以说大到非常的丧心病狂 那我做了个小小的比较 其实它的体积比士马的85和135还略大略重一点点 当然价格上面也跟它们差不多 就是作为一支标准镜头来说 体积跟重量非常的惊人了 但是你也知道士马擅长推出这些体积比较大 重量比较重的镜头 但是好处就是它的锐度非常非常非常 我需要再加几个非常非常之高了 那如果作为普通人来说呢 这支镜头很有可能是你见到过的 你摸到过的 你用过的最锐的一支自动对焦镜头 为什么我说普通人呢 是因为经过我的不严谨测试 我发现我的所有镜头里面是有一支镜头比它锐的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呢 一点意义都没有 那这支镜头呢 就是佳能的最新推出的RF卡口的50F1.2 在我的测试当中 士马的这支40F1.4R并没有佳能的这支50F1.2锐 但是这并不影响 是因为士马的这支F1.4R呢 它可以用在索尼上 它可以用在佳能的EF卡口上 它可以用在士马自己的 有人用士马自己的相机吗 它可以用在尼康上 它可以用在其他的所有相机上面 而这支佳能的RF卡口的50F1.2呢 很遗憾 它只能使用在EOSR上面 那我不得不进行同样的对比 在这个35F1.4L二代 跟这个士马F1.4R之间呢 进行了一个对比 那这个对比呢 结果就很让我震惊了 在长久以来 其实我一直不是一个 使用35的这个焦段的这个人 我不太喜欢使用35 在我看来35有点太广了 我个人比较喜欢使用50 但是因为这支佳能的35F1.4二代 这支镜头呢 因为它的成像质量实在实在是太好了 所以我强迫我自己 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的35 但是呢 在这个对比当中 这35F1.4二代呢 显得就像一个孩子 完全被这个40F1.4R狂虐 那锐度上面呢 基本上是显而易见 哪怕你在网上看那种压缩过的图片以后呢 你还是能轻松的分辨 哪一支是35F1.4二代的图片 哪一支是40F1.4R的图片 所以呢 在锐度上面 这支驶马的F1.4R呢 可以说锐度相当相当惊人了 据我的认识呢 就是这支驶马F1.4R 40毫米这支镜头呢 是你在索尼或者尼康 或者佳能EF卡口里面 能找到最锐的这个自动对焦镜头 好那除了锐度上面 有着极其夸张的表现以外呢 我个人认为40R 还有几个优点需要提一下 首先就是我个人非常非常看重的对焦表现 那很多人会问我就是 驶马新推出任何镜头 别人都会问我说 有没有跑焦的现象 据我的测试呢 驶马在推出Art系列以后 就完全没有了跑焦 任何的跑焦现象 那这个40F1.4R也是一样的 对焦非常之精准 同时它的对焦也非常之迅速 那根据我的测试 即使通过转接 因为我买的是EF卡口的这个镜头 所以呢 我通过转接以后 把它转接到佳能的RF卡口 把它转接到这个索尼的F1卡口上面 它的拍照的追焦表现都非常好 包括了眼部对焦 眼部识别都有非常好的表现 所以呢 我觉得在自动对焦方面 它做得非常非常之好 另外一个就是想提一下的 就是它的虚化 虚化这东西见仁见智 但我觉得40F1.4R这个镜头的虚化表现呢 可以说是非常之好的 那你可以自己对比一下 它跟佳能的35F1.4二代 跟佳能的RF卡口的50F1.2的虚化表现 好 说完了它的优点以后呢 我们不得不说一下它的缺点啦 缺点啦 第一个就是它的定价了 它的定价其实不便宜 它比35R跟50R都要贵出一大截 甚至于它比85R也要贵 比135R也要贵 唯一比它贵的一只镜头呢 是适马的105F1.4R了 但是在技术难度上 我相信105F1.4R呢 要比这支40F1.4R制造起来更加困难一点 所以它的定价可以说是比较贵的 但是你如果考虑到它的成像质量的话 如果你跟佳能的 比如说RF卡口的50F1.2进行对比的话呢 它的价格虽然贵 但是我觉得还是物有所值的 那第二个要说的 真正阻挡绝大部分人会购买这支镜头的最主要原因呢 我相信就是它的体积跟重量 它的体积真的非常非常之夸张 夸张到丧心病狂的地步 你可以看到 虽然我是使用的转接环 但如果你买F1卡口的镜头呢 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它装在索尼的机身上面 非常非常的不协调的 头重脚心非常之明显 那即使你装在佳能机身上面呢 我觉得这样一支40毫米的标准定胶镜头呢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是太大太重了一点 最后一个我要说的就是它的口径 它的滤镜口径呢 达到了夸张的82毫米 这在于100毫米以下的这个定胶镜头呢 我觉得是非常罕见的 82毫米对于我个人来说 这个口径有点过大了 我的滤镜呢 配备的都是77毫米的 所以82毫米 好 最后的最后 跟大家分享一点点小小的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镜头盖 这个遮光罩不是镜头盖 这个遮光罩呢 是司马重新设计过的遮光罩 整个是一个顺畅有没有 一个顺畅 那大部分司马ART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它的遮光罩设计得非常丧心病狂 每次你一开始使用的 前一个星期还算是顺畅 但之后就会变得非常的卡 所以导致了每一个司马ART镜头 我都没有再使用它们的遮光罩 但是新设计的这个 有一个这个卡口在这边 有个按键在这边以后 顿时感觉非常之顺畅 非常非常之顺畅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有兴趣的话 转发评论点赞 同时订阅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微博 微博名字叫星期孤俊 然后follow Instagram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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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